提醒您为了身体健康 有的钱可就不能省 尤其是如果你要买药的话 一定要看清楚这药品 是不是有合格的标章 因为市面上有很多药品 用不实的广告来欺骗民众 买的都到买到了劣值的药 都会危害到民众的身体 而主管机关食品药物管理局 也宣示要查气的决心 不过仍然呼吁大家 千万不要再上当 重达179公斤的禁药 眼药水万斤油 饱干药跟胃肠药通通都有 为了节省成本 假冒的鱼油内竟然装的是沙拉油 吃下肚恐怕越吃越肥 来路不明的药品和劣值胃药 经常出现在新闻版面 但仍有民众不断上当受骗 从3月开始 就是抓到的一个案子 大概是去年的四倍之多 730万颗一个伪劣药 主管机关卫生署食品药物管理局宣示 打击不法的决心 提醒民众这些未经过卫生单位 合可的药品 民众吃下肚致病不成 还会危害健康 在我们的网路上面 就是我们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一个局网上面 都有一些 就是教导民众正确用药的一些知识 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路上面去看 至于贩卖味药以及从事不识广告的不法之徒 也不要心存侥幸 相关罚则轻则罚款 重则涉及刑则 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中间新闻台北众和报道